星期二 脸书的发言人告诉参议院委员会 俄罗斯的一些实体在2016年美国总统竞选期间 和之后利用脸书平台传播了不和谐和虚假信息 我们确实需要共同努力以确保我们了解威胁的程度 我们需要继续与执法机构合作 确保我们分享信息和专业知识 以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这是两个数据点美国的政治广告和俄罗斯的卢布 你怎么能不把这两个点连接起来 事后看来我们应该看得更全面 我们错过了一些信号 现在我们正在集中注意力 脸书表示将雇用更多的人进行审查 甚至必要时删除内容 并验证和公布选举广告客户的身份 推特的代理法律顾问称 由俄罗斯自动发帖账户发出的选举相关内容 相对较少 两党议员已经向参议院提交立法 要求这些技术公司巨头们 说明各自正在实施的一些措施 美国之音新闻报道